死守当然要有条件啊 所以我讲嘛 这个每一个年代都会有英雄出现 所以有人可能被淘汰也是有 也是我们讲说会有新的一个行业开始诞生 或者是蒙起 所以我刚才提到嘛 你看你讲说那种e-payment的公司 他们的股票都在涨 为什么呢 每个人现在都最好是用e-payment 或者是如果说我们不要讲说 像Sara Payboost这样子你要到现场 如果有一些是在online payment 就在线上都买东西了嘛 所以呢就全部呢 就开始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就用online 就完全全部都用线上了 所以反而 而且呢每一次这样子的transaction的时候呢 这些我们讲 帮你这些商家做e-payment的公司 他们都有profit的嘛 就很像Visa这样子 他们也会有一个 3-5%左右的那个profit嘛 所以transaction的时候他们有钱赚 啊 对 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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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不然 所以他们要不然怎么生存 可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要这样子用呢 所以变成他们的需求开始有成长的时候 变成呢 我跟你讲他们的股票都涨了 所以因为他们的生意会比其他的行业要需求不一样 在不一样的时机 所以有时候啊 你看我们我们毕业到现在啦 当我们懂事开始到现在 我们都常常听到讲行政不好行政不好 我好像还不曾听过人家讲行政净好的 有啦 不常听到啦 可是每一个年代 你有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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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情是我想讲嘛 没有没有所谓的经济紧不紧气啦 我觉得是有不紧气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不会争气啊 然后在不一样的年代 我们讲说啊 我们每次会讲说啊 怎么讲啦 适者生存啊 所以现在不是强者生存 而是适应能力和变化的快的人呢 能够生存啊 所以我就跟我一些伙伴讲嘛 我跟他讲说 现在既然说OK 有一些当然如果是伙伴都已经用产品了 我就更鼓励他们哦 我想你都已经用产品了 然后你会用也是因为你觉得有价值 而且你觉得他有他的quality 那你为什么就不要说 尝试来了解一下呢 这个生意的机会 不是说你要不要 而是现在是整个市场哦 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都改变了 OK 为什么 你可以想象哦 以前要买cake哦 过生日的哦 现在你看可欣已经做了两次的蛋糕了 随生日这样子 因为不能出去 可以出去买了 但是我们也担心 所以干脆是自己做 反而是一种新 对啊 你看新的尝试 所以有一些可能 我在想嘛 现在感觉上哦 就很像我们说 你反正好像回到kampong style 除了汽车啦 电器自己 不会修理 不会做 也不会发明以外 那基本上 家里种菜啦 或者是买菜 家里下厨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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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就好像回到以前那种kampong style 这样子 除了那些比较复杂的 你需要去购买以外 那其他自己可以做的 你都记住 好像我们以前家里啊 阿嬷的时候年代啊 我们都会做巴掌嘛 可是到后来一段时间过 大家都忙啊 都懒得去自己包了 反而有人就想说 你有卖的话 我就跟你买就好了 所以你发现到那种传统文化 那种节庆的气氛也少掉了 然后反而是这一次的疫情 它开始回来的 所以我们就几个朋友在聊嘛 几个朋友在聊的时候 那老师也是在讲说 你发现到嘛 OK after这个疫情哦 你会发现到一个a new normal 就是新的自然生活生态啦 因为我们现在感觉 以前我们头发长 给人家剪是normal嘛 对不对 你去给人家剪 对吧 可是你发现到 现在大家在家里 我发现还有些人 哇不错了 还剪得蛮好的 所以你发现哦 当然啦 疫情完过后呢 会不会很多人 还会自己剪 当然 对 我跟你讲 毕竟还是会有人上salon的啦 因为这是一种享受 跟那种服务的状态 不一样 可是最起码 大家可能会发现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潜能 所以生活习惯都 对啊 我没有试过 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都跟很多伙伴讲 那你看 你本来不会的 你都会尝试的 那为什么今天 反正没有影响你的工作 OK a new normal lifestyle 然后现在没有影响你的工作 然后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意 因为大家也不能出去 那就试试看嘛 来了解一下 多层这传销 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产生 因为我也跟他们讲说 你现在 什么行业最好做 健康的 卫生的 有没有 所以你看 pharmacy啦 还有日常用品的 对 因为产品啦 我讲产品种类是这种 然后像你讲的咯 online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找的 首先产品是那种关键的 就是必须 就是日常必须品 就是 关于健康 关于卫生 需要用到的 OK 这个肯定 你看我们的运行到现在 没有关的就是这些商家嘛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养的咯 如果可以online做的话 当然是更好 对 对 你又不用接触人 而且现在这么方便 送货都 怎么讲 你不用跑到post la juve 不用post la juve 的人来给你收 又或者是 好像现在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新的方式 其实很早就开始的 他有这样的服务 然后就是 你make one order 然后就是说你的顾客要寄去哪里 OK 或者你自己买 你住在某某个地方 你要他寄来给你 都可以 又或者是你买完 过后要送给你的家人 可能你的妈妈住在哪一个 一个小镇啊 或者是另外一个城市 你要送过去给他 因为你现在也不能出门 都可以on 对对对 对 我要我可以自己拿 OK 你也不自己买 我不要 是 对对 所以我们已经 这个服务啊 已经开始很早就有了 然后接下来一个东西 就是想说 OK 第三个东西就是你要 如果能够找到 是内容 marketing 是最好了 是多层的传销 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呢 因为 你看到吗 如果说现在你在online 对你可以卖东西 可你发现到就是 我今天给你买这个 消毒液 洗脸酸 或者洗手的都好 或者是微吸的好 我给你买 可是你这牌子到处都有啊 我也不一定要跟你买啊 我可能我这次跟你买 我在国庆坦坦看到你 可是我下次要买 不知道去哪里找了 我就去 我会去google那边 type一下 我就打 刚好有一个人可能他在 facebook有post 或者他有打广告 然后或者他有自己的 website的话 关键自由 我就找到他了 所以你发现到就是说 你可能之前都要花时间跟他解释 结果呢 这个人现在第二次买 还不一定会来你 会来你这里呢 所以呢 如果说有会员制来讲的话 那会员制会把你的顾客拉回来 为什么 他讲 我如果用我会员户口再去买的话 我还有折扣 而且累积的话 可能还有一些优待更多的 可能我买到多少的数量 我以后还有更好的就是 就是 因为我身为VIP会员的话 这样不是更好吗 所以你看到你的顾客 他会带回来 不过呢 前提也要讲啦 很多人就讲说 哎这样子啊 这样我的东西 我卖的 我可以做会员 然后好像比如说 我卖手机啦 我卖电话卡啦 所以我也可以做会员 那问题是 如果你的店 有没有 他在Viva 可是哦 你第一次join member 是在Viva跟他买 有没有 然后你信 不过你本身是住在山里 因为刚好那时候是去那边看戏 你才在那边买东西 然后顺便进他的会员 可是他 你在山里 现在啊 你要买 哦 现在不要讲说MCO 现在自由活动的好了 你可以去买 你会特地跑到那边去吗 如果说 啊 山里这边 可能Viva 或者是Viva 这边有一间他的分行 肯定不会嘛 你会去比较靠近的 对不对 这问题是 如果你有会员制的 但是你不能够提供 全面性的方便 你也很难做到生意 所以 我常跟他们讲嘛 现在 如果说好像 Forever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要online买产品 完全都可以 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 只要有 我们不是只有在区哦 他已经是跨国哦 OK 如果说你讲肯定 我阿姨在MUKA 要买卢绘兹 然后我的舅舅在西部 要买封胶 他们要进会员 然后托我帮他买 OK吗 可以啊 都可以做到 我们就算货场 才有一个在SALA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其实有三个 我们都可以记到 MUKA 我们都记到 然后我们CAPIT 都记到 所以你看到吗 有啊 现在其实都还有啊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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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对 对 所以你看啊 变成 我跟我很多伙伴们 分享嘛 这件事情 我说 你现在 你既然都已经是 FBO 就是会演的一次啦 就算你不是会演都好 你买一罐如意识 就已经是会演了 而且 如果你现在本身 已经是会演了 那更好 你根本一点钱 都不用还哦 你马上啊 找一些图片 那比如说 你要分享如意识 你喝得很好 那或者你要自己拍 自拍哪一罐如意识 这样子写一些文案 介绍你喝的感觉 都可以马上 或者是你懒惰 你说 哎 有没有demo的video 我们已经准备好 一个什么资料库 这样 database 所以你就可以马上 把它share出去 我们YouTube Facebook 全部都有 所以你马上可以share出去 你就算可能现在 家里就剩下两罐 你会吃一罐维他命C 自己吃的 可是你根本没有 库存过多stock 因为当时疫情开始的时候 MCO开始 你来不及去stock out 可是没有关系 你share啦 你share完过后 你再online 差不多看区域性 有些快的话 三天五天 一个星期都有 总是在一个星期左右 而且你看一件事情哦 对 对对 你可以分享啊 Zu OK啊 你就选啊 我不知道你比较有感觉的是什么 所以我就跟你讲 我们约一个时间 我做一个示范 我就安排一个时间 做个产品示范给你看 然后你看完后 你觉得哪一个你比较熟悉 而且你有比较把握 而且你比较被感动的 或者你现在想要尝试 或者你已经有用过的 那你就分享那几个啊 所以你发现到这个市场 对我们的会员 它是现成的 你要不要share罢了 而且我刚才 我没有不用啊 你不你 没有你 OK我跟你讲 现在是整个市场都一样 每个人都一样 不管什么产品 你就算是西马进来都好 你要看它的班机 刚好你订的时候呢 OK 如果说我们现在本地有货厂了 我们就很方便 我们把本地出货 可是如果一些货还是等着来 那你就刚好看 那一天的班机 你下订了 有没有班机过来 如果你刚好碰的是 比如说拜五 刚好班机有过来 你星期四下订了 它隔一天就 寄过来的 如果你是拜五下订了 它要下个礼拜二才来 可能就要拖多三天 就这么简单 而且是全部的市场的 产品都一样 所以就OK啊 所以你看就算你有 两罐乳伊兹 一罐维他命C罢了 你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share完出去 可能你拿到五个order 每一个人都要两罐乳伊兹 一罐维他命C罢了 你就post 你就put in order了 都OK啊 现货我也有啊 可是重点是我们讲说 那个平台啊 比如说你这个平台 你的问题是 你的平台有多少个人 我们在外面的人 才是最多的 有没有 好像你做一个分享 你做一个sharing 你在online 你一做 其实是全世界的人 都有机会看 只是你可能就讲说 你要那个 我们可以再教你 OK 讲者去分享到 让更多人看得到 这样子可能 有用不一样的方式 可是最起码 比如说 我看到你的示范很不错 我是路过 走过不过 我不要错过 我看你这个示范 虽然我不认识你 看你这个示范 因为facebook有时候 可能关键字 我type的时候 search到你的话 我也看到你的分享 那你放pravic 我也可以把你分享出去 所以你看到吗 你就叫做一劳永远 你分享一个东西 它说不定就是 就一辈子 或者影响的是 可能接下来几个人 几千个人 几百个人 看过你的demo了 但是你的付出 就一次罢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真的很值得 让我们真正的去认识它 了解它 怎么样子 在怎么 大展拳脚 就算我昨天 也跟一个朋友在讲 就算你分享完过后 一个月尝试这样子 当然我们会教你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也很有兴趣 我们一定会教 你跟完我们的方法过后 一个月过后 真的都没有效果来讲的话 那也就算了吧 反正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也没有要求你 每天都做很多 你可能搞不好 就早午晚 你可能就分享一个video 一个照片 当然你可能有 自己的分享的方式 因为可能你有上过一些 online的课程的话 都ok啊 但是我们最起码 我跟人家讲说 他不用像我们 要牺牲掉一个 可能你休息的时间 牺牲掉你工作的时间 就总之要用代替 就是一个东西来兑换这样子 没有耶 你只是把你平时 可能坐在那边 滑手机的时间 拿个五分钟 十分钟出来 share一下 你就有一个机会 那如果说真的做到的话呢 ok 你就多赚了一个bonus 说不定还开发成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们就有一个朋友 他用完那个排毒瘦身 半个月里面 半个月 在十多号开始 他分享出去的销量 赚回来的奖金 我有放在Facebook里 你可以记看 三千一百多块 两个星期 三千一百多块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讲 有没有可能 这样厉害已经是证实了 而且我们都是有案例的 就算我们讲说不要他这样厉害了 他的一半好不好 两个星期 他的一半也有千五块 那也很可观 我跟我讲 可能人家讲说 哎呀没这样 在他一半好不好 你的quality真的很差 一半的在一半就四分之一了 四七二十八 七百多块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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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样做生意 但是你不用担心说 我的warehouse有没有货 有没有帮我 有人帮我寄货 那